在旁邊 我疑惑進門是什麼 前面是台灣啦 台灣是中國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解放軍火箭軍部隊在B站上發了一條影片 邀請了一位女士兵分享她爸爸的首都保衛戰的戰績啊 結果影片被下架了 非常搞笑對吧 那她到底分享了什麼被下架呢 這個女士兵啊 她拿出她爸爸的首都衛士勳章 而這個勳章啊 是1989年644件之後 鄧小平親自頒布給那些曾經參加過六四首都保衛戰 維護共產黨中央的那些解放軍跟武警這個徽章 跟一些這個紀念冊 而鄧小平也說啊 這些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和國衛士 好 那問題就來了 請問 這些人貴為共和國的衛士 救國有功 還有勳章 對吧 這是軍人的最高榮耀喔 那為什麼這部影片被下架呢 為什麼軍人得到這名勳章 分享他的戰績 你們中共中央卻認為這是不被允許分享跟公開傳送的 那你們當初為什麼還要發這名勳章 而小粉紅也一直在說 哦 我們知道六四啊 六四是可以談的 那為什麼影片要被下架 這個解放軍在影片裡面甚至連提六四都不提 提是首都保衛戰 反對黨有誰 趙紫陽 你也講不出來 你也不敢講啊 其實我看了這個影片啊 我看了很久 我實在搞不懂下架的理由是什麼 難道裡面的這個人是 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長得太像日本人 或是太像日軍而被封的嗎 不然你們粉紅給一個理由嘛 為什麼要下架呢 另外還有一個很可笑的留言啊 帶大家來看 這名IP在美國的粉紅說什麼呢 巧了 這個是啊 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我一直對反賊都抱持著 S的太少人的人生態度 又是一個張憲宗 我就問你人為什麼在美國 然後是哪一件事 說出來 我要聽到 當然啦 六四啊 也被你們說成是這個 美國在背後煽動的 美國挑撥的 試圖要顛覆國家政權 那你怎麼跑到美國去呢 妥妥的漢奸啊 連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都不敢說 怎麼了 這個此次佛地模式嗎 不能說哦 去年我還分享過一條影片 裡面是一位退休武警 打電話去給退服單位的啊 說為什麼 當初答應要給我的加給條件啊 沒有給我 當年啊 領導可是說我們參加了六四鎮壓叛亂活動啊 我們就可以有更豐厚的這個退休金跟一些待遇 結果為什麼我退休這麼多年的至今那些待遇 都沒下來呢 結果接電話的那個小姐啊 客服啊 一問三不知 啊 蛤 八九年發生什麼風波 鎮壓反革命 蛤 老兵還說 啊你年輕人你不了解你去問你長官啊 最後不了了之 非常可笑 這些被中共中央譽為是榮耀勇士的人們 卻不能公開的高調的說影片還被下架 而這個頻道還是中共解放軍火箭軍單位的頻道 荒不荒唐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些狀況 台灣啊還有在野黨想跟中共談 談你妹 談到香港二十一條嗎 談到這些做中共英權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完全沒有信任可言 連自己人都可以被騙 連自己的親信都可以騙 你一個外人啊 你一個被他打到台灣的人 你想跟他在談什麼啊 吃人說夢 當然這些人啊 也是非常可恥啊 拿著S自家同胞得到的勳章 與不能說的榮耀 沾沾自喜 卻天天提起已經不是軍國主義的日本清華 什麼南京大S啊 731部隊啊 卻對現在還是那個中共的中共 各共宋德 而最近中國還傳出一句話是什麼呢 小孩在亂S人 青年人在開車S人 成年人在攻擊礦泉水 最近不是中國各省一堆學生啊 亂S啊 或是亂群歐他人這個影片流出來 至少10起 前幾天影片都分享過 除此之外 最近也很多那種 在中國各省無差別開車亂S的啊 像什麼北京啊 河南啊 遼寧啊 浙江台州啊 河南加新 山東德州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越來越多了 而成年人在攻擊農夫山泉水 對吧 說他是日本的啊 是美國的啊 要抵制他 打倒他 那中國的老人在幹嘛 在維權抗議 強拆跟爛尾樓 我只能說羅剎國啦 而也有老師啊 出來聲援王子耀的父親 對吧 說到全中國應該都要停課一天 讓各地的學生們看這三明亂S他人小孩的 法院審判的直播 結果這個老師的影片啊 被下架 還被封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王子耀父親他說的些什麼 支持韓洪老師說的話 公開審判 全國停課 讓所有的學生觀看 這比開學第一課更有意義 感謝韓洪老師 為我兒子做出正義的發聲 而最近啊 還有一位愛國網紅 拍片痛罵日本 去發各種的菊花 還發給公安單位 對吧 激起大家的愛國情懷 結果呢 他被下架封了三十幾天啊 非常的奇葩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告訴我一遍 現在我被封了三十天 是什麼處罰結果 你到底的結果是 由於違反法律法規或許多協議規範 我請問一下我違反了什麼樣的法律和法規 我正常在西郊最類最正常列管門前去做宣傳 洪洪愛國精神是違反了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了嗎 做一個愛國去宣傳者被封了三十天 那這樣的話誰還能去做愛國宣傳呢 沒事相信XX我又用了另一個好直播 從零粉絲開始播 我直播了63分鐘 又給我封了三天 為什麼做一個正能量的主播去宣傳我們國家的愛國精神 為什麼這麼連續封我 難道平台沒有一個認定的標準嗎 是怎麼判定的這件事情 難道是因為我沒有讓平台賺錢嗎 難道是因為我沒有掛小黃車 我沒有去賣貨嗎 知道您很愛國 但是不建議在直播間這種公共場合去大肆宣揚 我可不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播間去宣傳愛國精神 弘扬愛國精神 不建議的女士 那你像你剛才說的我只可以心理愛國 我不能做這件事是嗎 不建議在直播間中去展示這些內容 發揚文化是需要實際行動 包括自己真心去愛就可以了 沒必要去以這個東西作為您的直播內容 我們都是行動啊 我們在G3L最正成年館門前去做愛國宣傳 然後我們免費發放物品 問問問哪一個來參觀G3L最正成年館的家人 這個不是我做的行動嗎 那我們想知道我們錯誤在哪兒 我們好避免這個錯誤啊 您的行動非常棒 咱們也非常認可 但是這邊平台確實是給到您的一個處罰 也合適到您確實有相關違規 建議遵守這個行為規範 大家好 我是哈爾濱姑娘白雪 雖然我的兩個直播間都被封了 但是也不會阻止我宣傳G3L最正的腳步 因為我不是孤孤噹噹噹的一個人 我身後是所有支持我的同胞們 向白雪同志敬禮 謝謝謝謝大家 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同胞們的捐贈我會用來購買 在G3L最正成年館門前發放的物品 謝謝你們的支持我會繼續宣傳下去 讓各多的人知道G3L最正 是不是非常搞笑啊 抵制農夫三權的 支持國產哇哈哈的 雖然兩個都是國產 這些都沒有被封 他被封了 所以大家認為他是什麼原因被封呢 是不是真的如同他說的 因為沒有帶貨啊 沒有為這個平台帶來的時候而被封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是為什麼 還是說其實中國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你是摸不清楚頭緒的 今天這個氛圍是愛國 那就愛國 對吧 今天這個氛圍我稍微可能想要跟日本修復關係 那我就抓一些愛國主播出來記起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們還是要做做樣子 給大家看說 我們愛國不要愛到無腦啊 對吧 我們中國也是一個很正常的國家 對吧 我們要抓給外國人看啊 你看我們中國也是會抓那些極端的愛國主播 對吧 所以代表我們中國是有很多元的聲音的 不排除這個可能啊 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中共啊 他是一個沒有標準的標準 他對每一個人的標準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樣大家才會恐懼對吧 今天大家可以一起愛國 但他今天要說你不愛國 要抓你出來他就抓你出來 你為什麼不抓其他人 我爽 怎麼樣 我爽抓你 你們去看這個中國的法律法條 憲法跟一些公文 你們可以發現的非常清楚 都讓人家看不懂對不對 尤其是中共官員講的話 你聽不懂 都是說中文你聽不懂 因為你聽懂了 他就沒有解釋權了 他就沒有威嚇意義了 就是要讓你不懂 讓你不敢去做 你做了就要去承擔到底會還是不會的後果 這也是中國古代的育民之術之一啊 我只能跟這些愛國主播說 好好享受你們的愛國鐵拳吧 連火箭軍的影片都可以被下架 火箭軍的政府司令啊 父母官啊都可以被消失 為國勇士都沒有當初的承諾加急 各況你一個小小的愛國網紅呢 那影片的最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越窮越愛國 他是一個怪老頭 我稱他為爺爺 他卻叫自己 我叫鳥小腿 不想要叫強愛靖羊 我疑惑 他見這兩個炮樓的目的是什麼 說著他非要上去讓我看看 回的方回中國 看到有兩個金門樹在旁邊 我疑惑金門是什麼 前面是台灣的 台灣是中國的 世俗眼中 公樓的身躯 卻有著一股愛國的力量 看到一個寫著太太的廚房 還有一個寫著女字的廁所 見我疑惑 他直接說 我笑了笑 想要老伴 你能出財力多少 我倆車還要財力啊 他驕傲的跟我炫耀著他的富裕 我這個車子要做什麼 他說他的小狗叫李李 我問他為什麼不叫美麗的李 進入房間看到層層借梯 稱他為龍床的原因 可能也是為了兩千歲吧 我好奇 這棟院子設計這麼獨特 是怎麼建成的 這棒的都是我姐幹的 我姐把那一個一個亮 這個池子是用來唱戲的嗎 我吃完呢 我上去看看 瞬間明白為什麼在這裡吃飯 沒有家裡的孤獨 反而都是人來人往的新鮮感 他看我要走 你要跟著吃碼嗎 看完這些影片我只能說其實在這個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愛自己的土地跟自己的國家 但是這個前提必須是民主的 且政黨它是可以有被輪替的選擇 記清楚我是說有被政黨輪替的選擇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它到底是你們認為的那種民主國家還是它是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們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說了解放軍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共有而是隸屬於黨政軍隸屬於共產黨的軍委主席 所以當共產黨它自己已經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跟它畫上等號了 你們還站在這個前提下去愛的這個國是中共說的共產黨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國 還是你認為的共產黨它不應該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國 而它應該是可以被政黨輪替的 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最近俄羅斯選舉的那樣子玩手段的假民主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伯 下次再見 掰